一百多年前的福建人在海外修了九座桥 直到今天的还在使用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吧 说19世纪啊 这个福建人下南洋呢就跟下角的一样 马来西亚的槟城作为重要的华人集散地 福建人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以泉州人为代表的福建人呢 到了这儿呢 大多数干的就是这个码头搬运呀 和水上运输的活 但是都说挣钱容易攒钱难呢 你说攒钱买房那就更难了 但是偏偏的咱们中国人始终就相信着 安居才能乐业 既然在路上没辙 那咱们在海上动动脑筋 你看哈那个海上的一座一座的高角屋了 那就是福建人的杰作 这些海上高角屋呢 像竹城一样直愣愣地立在海上 而且他们还挺有秩序 从这个陆地向海上一字铺开 从远处来看呢 就是一座桥的模样 你别说哈 这盖房和赚钱真就是来了一次双向奔赴 这些海上木屋呢 一端连着陆地 一端呢充当着码头 人们以姓氏为戒 建此各自聚居的桥 别说哈 这就真成了桥民了 像这个姓周桥呢 上面住的就是周姓人家 姓李桥呢 那就是李家的大本音 还有这个杂姓桥 广迎各姓华人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 上班住家一体化 干活效率当然就高了 挣钱就是两个字 畅快 当然了 这桥呢还扮演着综合体的角色 这桥上面呢 有商铺 有仓库 还有装供祭祀的宫殿 条件当然是简陋了一点了 那就是咱们现在这个 商铺一体房的雏形啊 2008年呢 姓氏桥作为 槟城桥之时 重要的文化古迹之一 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给这些福建桥呢 发了一块 免拆金牌 电影初恋红豆兵 就是在姓周桥上取景拍摄的 你说这情侣呢 坐在桥上 吹着海风 听着浪涛 数着浪花一朵朵 这不就是爱情该有的模样啊 如今呢 以这个姓周桥为代表的 姓氏桥呢 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旅游景点了 因为只有一桥一姓 所以桥民们团结得很 也就是在这么一个单纯的地儿 很多飘洋过海的福建人 挖到了低桶金 那你还知道姓氏桥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评论区告诉我 福祉旁边六两口 美人智慧 看你不知道的福建 咱们下期再见